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盛善这家日本料理餐厅 会有一个开鱼的仪式 所以我也专程来到盛善这里 看看他们怎样切南瓊吞拿鱼 据说这一条南瓊吞拿鱼 重量达到163公斤 即是大概300多斤左右 比起一个成年人 还要更加重 餐厅老板说这条鱼是西班牙投得 价值都需要六位数那么贵 但是对日本餐厅来说 开鱼是一个很隆重很重要的意识 亦都是对老顾客的一种回馈 一起品尝这条这么大条 这么肥美的南瓊吞拿鱼 今天有幸又来圣线 和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这里的日本料理大餐 这一间房子就是我们今天用餐的地方 今天又来圣线 除了他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开语仪式之外 大重点里面 他们也想加了一个新的菜单 就是一个赤热燃烧户 酱物旁餐 二人餐的 价钱就是一二八百 先尝为快 来到这里 试一试他们的餐 好不好吃 像把包 还有这个四头包 四头包 酱物旁 四头包 你好 这个是我的前菜食品 这个是鸡竹海螺 牛棒汁 还有芥末帮爪鱼 白香果木瓜 吃生拼盘 这里面的话有一个鸟鱼 金枪鱼中部 三维鱼南 刺背 然后这边有芥末 我们可以蘸酱油一块去 嗯 这个是一个青草香拔棒 铁板老虎虾 铁板老虎虾 铁板老虎 这一份就是前菜的 都是酸酸甜甜开胃的菜来的 铁板已经穿住了 一拿出来就吃得了 这个就是刺身拼盘 会有五种刺身 夹在一起 它们都很考究装饰 每一款菜式都放得很漂亮 刺身五拼盘 包括有三文鱼 有些芥末 养来吃 我很喜欢吃刺身的 嗯 好好吃 好新鲜 这一块晶瑩剔透是鸟鱼来的 加少许鱼 然后再试一下 很好吃 鸟鱼很有脂肪味 咬的很有弹性 很好吃 还有就是这一块金枪鱼 都是肉大肥的 点点酥油 再品尝 金枪鱼很有滑 好香浓 再来你的这块赤杯 切了很多刀的赤杯 很精致的菜 喝点芥末吧 赤杯 好酱 很好吃 刺身真是很新鲜 很好吃 还有这个芥末 有筋的 就算整个吃都不会很辣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是很新鲜的芥末味 即时燃磨的 这家盛仙也是一家高档的日本料理 吃的时候呢 气氛都很紧要 有一个独立的包厂房 上的菜也是很精致的 整个环境也是很宁静的 你吃吧 下一位和大家试的是炒酱物棚 它也是很注重装饰的 整叠菜呢 炒完之后都会加点缀 有些番茄做点缀 青檸做点缀 还有一个酱物棚的背壳 在这里 炒的时候拌一些芦筋 和一些 红椒的 份量上面都是很精致的 吃的时候呢 因为全部都是条状呢 可以全部夹出来的 试一下一口吃完看怎么样了 其实酱物棚没什么味 好像这些鱿鱼那么爽脆的口感 再拌一些露鲁 再加上红椒的味 三重的爽脆口感 味道上面都很调和 不会互相抢大家的味 这个挺好吃的 接着试的是鲍鱼片 黑松露鲍鱼 已经帮我们切片 再灑一些 黑松露上面 鲍鱼整个吃其实很烟硬 很难咬得开 它就很好 帮我们切片 再灑一些松露粉 就更加入味了 这个是一个四头鲍鱼 好吃 切片之后的鲍鱼 更加容易咬开 煎的时候 更加有锅气味 还有这只鲍鱼上映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看看 这只鲍鱼是新鲜的 切片的鲍鱼 真的很好吃 黑松露 再来吃一口 好爽口 真的很好吃 这一碟叫做老虎虾 已经帮我们剥壳了 尾部直接吃就可以了 这里也有一些柠檬 可以擠下去 增加酸度 太虎虾已经帮你剥壳了 拆出肉 有烤过的味道 留意到威尼有很多彩色 都是鲸铁板的 烧果 都很够锅气的味道 再来 再来一口 很好吃 还有尾巴 就这样煮就可以了 吃完尾巴不会浪费 尾巴里面的肉也吃了 还有这个虾头 里面有很多膏 把虾头拆出来 这里有很多膏 可以煮的 头部也会有虾肉吃到 这个虾头好甜 铁板黑松布加奥 您这边吃的时候 可以先吃这个 搭配上面那个面包一起吃 没有那么腻 然后旁边的水果都是可以吃 它都是解腻的 再来这一碟呢 是黑松露鵝肝 底下你会搬着一块多士的了 塗了一些鵝肝酱和黑松露 但是你还会穿着一块无花果的 看上去就煎得很漂亮 试试味道了 嗯 这个鵝肝酱很香滑 很有脂肪味 底下那块多士 好脆 加上多士 咸咸的甜点 和它的鵝肝酱很融合 很好吃 好香 这个鵝肝酱超好吃 是否很脆呢 很脆 旁边还有一粒无花果 是可以帮我们吃完 鵝肝解腻的 吃完它 现在清除了鵝肝的油腻味 澳洲鵝肝酱 取来的这份是澳洲牛小扒 半碟的这些粉应该就是黑椒来的 在多士上面有很多块牛小扒 拿起一块牛小扒 就可以蘸这些粉末 搭上去 就可以整块吃了 一口吃了 多士很松脆 肉味很足够 不过你咬的时候 很容易掉了牛小扒 尽量大口吃了它会比较好 很好吃 牛肉厚刚刚好 锁住牛肉汁 很好吃 最后也会来一个 葱香鱼蓉饭 里面有很多芝麻粒 葱花粒 还有鱼蓉 这个饭就有很多粒粒 黏着饭 一口过就可以吃到很多种味道 尝试pr nuc 有点烤椒的味道 味道很香 芝麻应该是烤过来的 一盒饭是很香 菜籽也很有牌气味 这处饭的真的好香 真是 吃到如山味 又吃到起到的 酵过的芝麻 还有调味 非常香的 一口饭 嗯 饥 很滑 還有一碟野菌菜 還有最後有這個甜品 杏仁布丁 還有麥瓜 麥瓜 吃完它的甜品就完滿了 好甜 好一滑 今天就跟大家品嘗了這個 聖鮮的一二八八套餐 每碟菜品都有兩份 兩個人非常舊吃 每一碟菜品都是很精緻 很細分 不過菜品量很多 可以嘗到很多種味道 所有菜品都經過深思去佈置 還有全部都是鐵板烤過的 全部都很有鍋氣味 很好吃的這餐飯 還有來一間聖鮮的環境是非常舒適 寧靜 私人 都是一間挺高檔的日本餐廳 這個一二八八套餐 都是最近才上架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聖鮮這裡吃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最後因為他們今天是開魚日 老闆為每一位顧客都送了骨水給大家試 南瓊吞拿魚骨水 外面大家應該吃不到這個骨水 這麼大條 整條魚就只有幾次的骨水 你看到這道菜多麼珍貴 嘗嘗骨水味是怎樣的 很重海水味 有點腥的 始終那條魚都是有血的 還有新鮮 很鹹 好像吃啫喱一樣 都挺特別的一道菜 南瓊吞拿魚骨水 啫喱狀骨水 一口絕了 好了跟大家補充一些交通資訊 我們可以去彎下站的D出口 走出彎下站的D出口 就是連接著海之味的商場 走前多兩步會見到一個扶手電梯 上一層這裡就是地面 上到地面我們反過來走 離開商場我們再轉右走 再沿著地面黃色的輔助行人設施 一路向前走 這條路大概都要走4-5分鐘 繼續向前走直至見到有馬路 店舖其實就在對面的豪宅區的底下 現在就過對面 然後繼續向前走 這裡就可以見到聖善的餐廳門口